杭州药江本鼎院这道房子有140多平方 一共有4间卧室 小张这间卧室已经租了两年 这是他和房产中介签的第二份租房合同 租期从去年6月15号到这个月14号 房间的租金是每月1900 三个月付一次 租房押金是2850块钱 我是找到我爱我家的中介 房东的这个房子是完全托管给我爱我家了 所以我们只能跟中介去签约 小张说 其实在第二份租房合同到期之前 他就和房东的妈妈联系上了 双方还谈到了重新签租房合同的事情 有个租客搬走的时候 他也把联系方式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在去年就跟房东都建立过联系了 你们当时有问过房东吗 他跟中介的这个托管期限是到什么时候为止 也是到我们这个6月14号结束 那么关于这个续租的事 你们双方是怎么沟通的 到期前的半个多月 就跟房东我们有过这个对接了 房东说接下来房子 可以让我们直接租给 直接租给我们 我们让它价格再便宜点 最后导致让我们每个人的房租都便宜了200块钱 比以前 然后中介费我们也省掉了 小张觉得 既然他们跟房东的妈妈谈好了租房的事情 那么大家就不用再搬家了 等我爱我家门店上门检查之后 房子里的家具家电没有问题 物业费 水电费和网费没有拖欠 几位租客就可以拿回租房押金 可事情并没有按照小张预想的方向发展 我爱我家门店的工作人员6月3号建了个微信群 把小张和三位租客都拉了进来 工作人员先发了一张合同的截图 上面有一个条款是这样约定的 合同期满后 若甲方以不通过乙方的任何形式 与房屋业主达成共识 继续成租或居住该房屋的 则视为利用乙方房源信息成交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房屋租赁合同 月租金额50%作为服务费 小张解释 这里的甲方是指租客 乙方就是我爱我家方面 记者又看了一遍小张签的第二份租房合同 里面并没有截图里这个条款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我爱我家门店的工作人员 后来又发了一段文字 合同写的就算到期 你们也不能以任何形式与房东签约 现在只需要你们搬走 后面咋弄我们不管的 租期结束之后 不管我们通过任何形式 自己跟房东建立了联系 租了这个房子 也要视为是中介的功劳 按照你们四个租客来算的话 你们要付的话要付多少 大概是四千左右 那这笔钱你们愿意付吗 我们觉得不太亏了 记者有没有解释 他这个给你看的这个截图 到底是你签了哪份合同 他没有解释 小张告诉记者 他和我爱我家方面的租房合同 房东和我爱我家方面的托管合同 是同一天到期 在我爱我家门店 没有继续提供中介服务的情况下 他和几位租客 没有必要再付中介费 现在当事几方应该协商一下 在租客不搬家的情况下 各方如何顺利完成解约 按照小张提供的手机号码 记者先联系了房东的妈妈 找到杭州奖村 我们双龙街上这家我爱我家门店 店长表示要跟领导反映一下情况 一位区域经理赶到店里之后 首先向记者解释 门店为什么要租客先搬出去 才能退还租房押金 关于小张提到的那张合同照片 这位区域经理表示 事后他要跟门店再核实一下 看看截图里那份合同 到底是小张签过的哪份合同 至于租房期满之后 还要收取中介费这个条款 区域经理是这样解释的 实际上这个条款是针对什么情况设置 这个租客需要支付这样的钱吗 是这样的 我们针对这个条款 我们针对一些比较异常的客户 去这笔费用的 如果说你是正常 没有异常的我们可以协商的 对吧 那你也没有协商 你是以这种过激的行为来处理这些 就不太妥了 到期之后 相当于我们都履行完毕了 双方都有自主选择的 一个重新选择的权利 在这种前提下 你要求按照以前这个标准 来支付这个中介费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 我到店里来给他们争 他们店员有不到十个吧 然后都在围着起来 跟我吵啊闹啊的是吧 反正都很 你的情绪也知道 我很情绪很激动 我没有杂 我很生气的 我看到他上面写着一个锦牌 是说写着客户制衣服务至上 那我觉得是客户制下 我就把那个牌子拿下来 扔在地 锦牌扔在地上了 我爱我家这位区域经理表示 门店会跟小张他们好好协商 也会抓紧时间跟房东联系 尽早让几位租客 拿到租房押金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继续不信 checking 还请اف陛 继续不信 operating 《词 jud意》